脸书车团有车主PO出照片 说特斯拉停在台中无期 同纵合医院前面 结果突然一阵强风 驾驶座车门传出啪一声 整块折凹进去 一问之下 维修费要六万一 车主进一步解释 自己是保乙士险 不明车损没得赔 凶手是强风求助无门 只能自己摸摸鼻子 换一片车门 台中海线风有多强 记者还曾实测 连站都站不稳 台中海线的风到底有多大 你看我现在讲话的话 那个口水其实是会飞走了 然后走路的话 其实是要抵挡这个强风 新闻采访到一半 还多次碰到有骑士 差点被风吹跑 记者连忙上前帮忙扶 不只机车倒地 车门也真的不好关 在地小黄也是受害者 说强风吹断树枝 再砸到车那是日常 门被拉坏 也成了抹灭不去的阴影 这次他车主说 爱车要进场维修一个礼拜 希望车子迁回来 没有看了让人心烦的凹动 台中海线风景讨 在地民众已经习惯 但对于游客或不知情的人来说 就像是遭遇到台风的洗礼 TVBS新闻前说前徐游祥 台中场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